美中道礁养生总会 道教养生加拿大东部分 会章义祥等贵宾出席并检采 首先感谢美国政府的 对宗教和各方面文化的支持 所以我们道教养生总会 是非盈利机构的慈善组织 我们的初衷是保障 老百姓的健康 以我们道德经的理念 回报社会 它是以中国的传统宗教文化 道教和道教的医学 二者合一 为社会为老百姓奉献 我们的精神 和实质上的力量 帮助更多的疑难 患者解除他们的痛苦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五一不分家 它的意思呢 也就是我们中国的武术 和我们中国的佛教 我们中国的道教 有一些民族的信仰 它的继承人和传承人 都懂一些医术 对于跌打损伤方面 和内伤疾病方面 以及身心方面 都有独到的见解 尤其是严先生 在道教养生方面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 在美国做了许多贡献 他的医术非常精湛 然后也帮助过很多的人 比如说一些急性腰扭伤的病人 基本上都是一次就治好了 所以我也非常地钦佩 据介绍 道长岩剑中 是中医古医术疗法转成人 转成自是习域 依爱新爵罗音列鹏的 骨方正骨绝技 以二指断诊及摸骨诊断 利用气功 按摩手法及宫廷的密技 进行治疗 能有效缓解颈椎 胸椎 腰间盆 五十肩 坐骨神镜 长短腿 拉伤 扭伤 全身痛症 骨症全科等 银膜杂症 严见中中医师拥有加州 内化达州及全美therapy 疼痛推拿治疗执照 他认为事件无疾病 只有淤积毒 如何能打通 及正确操作才是重要的 中西医对骨科的治疗有些不同 中医的诊治可独立完成 西医需借助机器 推拿要有三个转导 力量转导 热能转导及气息转导 才能真正有效 他还表示 道教神学以广泛被人们所认可及学习 美中道教养生 总会是以道教的自然疗法 修复后天造成的身体损伤 达到先天的健康身体 如颈椎 腰椎等身体疼痛立即现效 对于不同族群一律平等 第一次体验一律免费 由道长青自家时 并有多众预言翻译 另外 民众可加入会运 可无限次受看诊 会费枪作为发展基金 即日其美中道教养生 总会每周腔定期转寿道教器工 并不定期举办健康讲座 另外 玉美中道教养生 总会有联盟伙伴关系的 武当山李玄心道长 师承政协常委 中国道教协会会常理光复 也会不定期转寿宗教文化和知智 美南电视台驻南加州记者 王福明 洛杉矶报道 我会不定期转寿宗教文化和知智 我会不定期转寿宗教文化和知智